除了清明中年冬至超度祖先排位外 这个不是超度祖先排位 超度祖先不是超度祖先排位 介于和气时都没有消灾及超度 请问老和尚这样如法吗 我刚才讲了 如果超度排位都不如法 要超度祖先就多如法 这个生计上形式不重要 形式不重要 你说你超度 你说你小赞 你拿什么来小赞 你拿什么来超度 念其具经文 念其身佛号就超度了 没得回事情 寒山是风寺寺庙里面 招完货 寺庙的时候都坐招完货 过情室 他们看到里面出家人都在坐招完货 他们在门口计笑 口念弥陀心散乱 寒破喉咙也枉然 所以小赞跟超度要有实质修行的功夫 你们想小赞 我再讲些一个常常讲 我们能够修亲近心 修真诚心 修亲近心 修平等心 修慈悲心 你的灾自然就消了 我有东西消它了 我修福修慧 复慧也可以超度 如果自己美修行功夫 那是什么超度 你们读地藏经 光目女怎么样超度她五星 念佛 她是真念 她不是口念弥陀心三 她不是 她真念 心口一如 心口相印 她念了一天一夜 我们在经典上看她的境界 念一天一夜 她在定中 就到地狱里去了 地狱的鬼王 看到她霍掌 问她菩萨 你来干什么 趁她菩萨 那么我们就知道 她跟弥陀经常讲的一样 弥陀经常讲念佛 这个成就 功夫成就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 若四日 她根历 她一日 她一日 就成功了 至少 她念的是四一心不乱 四一心不乱 见死烦恼断了 她断阵的功夫 等于阿罗汉 她才有资格去参观地狱 地狱里头只有两种人见到 一种受罪的 一种是菩萨道理去渡中生 除这两种人之外 地狱在你面前也就见不到 所以她能够去游览地狱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她一天一夜的时候 她那个功夫是念到一心 至少是四一心 她才有这样的感应 她为什么能够念到四一心 母亲在地狱受苦受 为了要救她 这全心全地的念 没有一个咋念 一天一夜念佛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她成功 我们今天念佛为什么不能成功 念阿弥陀佛 脑子里胡思乱想 把你的功夫全破坏了 人家念佛的时候 确确实实不夹杂妄念在其中 这就是功夫 所以她母亲离开地狱 能够生套利天 是什么原因 女儿是因为她 才证得菩萨的果位 她做了真上员 她要不多地狱 婆罗门女怎么会去念佛吗 怎么能证果吗 母亲堕地狱的时候 把女儿的时候 变成菩萨了 她母亲的福德就在此地 因为她堕地狱 她母亲孝顺 女儿孝顺 修行证果 她就变成菩萨的母亲了 菩萨母亲 当然不好意思 祖地狱了 这是鬼神的时候 把她送到套利天想出去了 这么个道理 你要想的 所以你要超度 你要真有功夫 至少我们用念佛这个方法 你要念到功夫成心 那你超度真有力量 不在乎形式 你们看看 《引诚回忆录》上有一段故事 那是谭旭老法师的朋友 谭老妹出家之前 几个朋友后伙开了个中药店 中国人少吗 大家中国休息打瞌睡 在柜台上打瞌睡 他这里就有一个姓刘居寺 平常呢 喜欢多乐眼镜 乐眼镜已经念了八年了 有感应的 这一天的时候 做梦的时候 看到两个人 到店里来了 这两个人 他一看了 是他的冤心在床 过去为了增财物 打官司 打官司 他赢了 这两个人呢 伤掉死 现在看这两个人来了 他很恐怖 怕他来报复 知道这两个人是鬼 不是人的 但是他为这段事情 他也很难过 也很后悔 真的这段事情是错 害了两个人两条命 我看这两个鬼来了 好像没有窩意 不是想来找麻烦 就问他们两个人 你们来干什么 他说我来求你超度 他听到这个话 他心就平安 不是找麻烦 求超度 他说行 我帮助你超度 怎么不超度完呢 他说只要你答应就行了 好 我答应你 这一答应呢 看到这个鬼呀 脚踩到他的膝盖 踩到他的肩膀 升天空 两个鬼都这样升天空 这过了这么游戏会的时候 又来了两个人 一个女的 还有个小孩 是他从前的太太 那个小孩也是他的儿子 这两个都过世了 走到他面前问他来干什么 求超度 也就是这个方法 他答应他 踩着他的膝盖肩膀升天 不要行事 他说他真有功夫啊 那个八年能言就没有白读啊 大宅寒窗都论言的功德了 你自己没有这个本事 没有功夫的 你拿什么来超度啊 拿什么来小宅啊 所以消灾要靠真诚 清净 平等 慈悲 真的培养这个心 什么才都消 超度的时候 自己真的要有功德了 你才有能力超度 不要具备任何形式 点点头答应他就超度 确实是佛法众师智 不众形式 形式上是 形式上是 是唱戏表演 给一般众生看 给他们众山根 是这个意思 知道这样庄业 就是世纯在许多经论里面教导我们 不要忘记 受持读读诵 为人引熟 必然就是表演 所以这个表演是必要的 表演是借人众生 是宣传佛法 真正的那是另外一段事情 所以表演也不能少 我们要宣传佛法 不靠表演 所以这些礼仪根寺都要明了 然后知道再决定可以消负 也决定可以化解 你要懂得理论 懂得方法 最重要的 要学不能够记冤仇 这是比什么都重要 这修行最根本 别人对我有误会 对我有伤害 决定不可以放在心上 既然有这个不愉快的事情呢 自己也常常想 要把这个不愉快的化解 冤家一解不一解 不要跟任何人结约 不但不跟人结约 跟所有一些动物不结约 不要杀害这些小动物 很重要很重要 要用爱心 要用感恩的心 只要我们有智慧 得过我的念能变成善意 我的思 我们会得到很好的善果 佛法教导我们 永远要记住 慈悲为本 方便为满 慈悲就是无条件的爱心 别人对我不好 对我有误会 我们自己反省 我做的不够好 让他对我有误会 不能说故事都是别人的 这是最最不好的一个念头 不能把故事都推给别人 故事都在自己 回过头来反省 那就都变成善知识 没有人毁谤 没有人造谣生思 我们自己就不会反省 不会认真 间谍 学习 所以 人家对我们这些 卧点 新鲜 我们感激 我们接受 有则改之 无则加明 想一想 他讲得很对 我马上改过自信 他提醒我 我自己没反求 他提醒我 不是坏事 如果我自己没有呢 那他就误会 我们要小心谨慎 不犯这个故事 通通都是善知识 对我修学都有利益了 绝对没有害他 如果说是 常常怀恨在心 那才叫大害 那就大错太错了 决定不可以 要舍忍 要舍让 处处忍让 要肯定 古人所讲的吃亏 吃福 一般人 为什么不能疾福 不能成就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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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一 就是不肯吃亏 怕吃亏 怕吃亏 吃得大亏 那怕上当 上了大当 古人讲的话 非常非常有道理 是啊 不肯定是 啊 我 想要 想要 这 就是 什么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